我们上一个主日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2月份的进食祈祷的日子 2月份我们进食祈祷 那下一个主日就是我们3月份的进食祈祷 因为我们2月份安排的有点晚 是在2月份的最后一周 那3月份呢我们就把这个提前了 大概第2周我们就是进食祈祷 我们2月份3月份4月份 我们每个月都安排一次进食祈祷 那我所以印象就比较深 那我们因为一起读经 祷告赞美两整天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10章最后一段 整个约翰福音不长 然后他分了3个部分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10章的22节到最后 那其实在上一个礼拜 我们就看到耶稣非常清楚表明 他的身份 他是好牧人 对不对 而且我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动的鼓励 我们教会的弟兄鼓励 我们教会的姐妹去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如果你打字方便 你就打字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能接受主 或者说今天如果你觉得当牧师讲神的话 你觉得很不舒服 你觉得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但是你翻开圣经你发现 哎呦牧师也没乱讲 圣经也这样写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接受 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要怀疑上帝 你也不要怀疑牧师 你要看看你自己的信仰 所以今天圣经非常清楚 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主也认得他的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讲这个不信上帝人说 人和人间是有缘分的 这句话其实没有错了 人和人间是有缘分的 彼此怎么样能认出来 所以主跟羊也是彼此能认出来的 主认得他的羊 主的羊也听主的声音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就是越来越愿意顺服主 越来越愿意相信主 而有的人可能一开始 好像很有热情 信仰听好 那慢慢的 慢慢的就好像信心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愿意相信主 越来越觉得这个信仰 就是信仰 生活是生活 又跟着世界这一套了 那就说明从一开始 你并不是主的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也可以讲圣经里面 有四个三种的比喻 那其实也是讲到这 那以后我们到那的时候 我们再讲 今天我只是提到这里 所以非常清楚 耶稣是好的牧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谁 不管他有什么问题 他找到我 我都敢接 但是我接的方式就是 我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相信 只有神能救他 只有神能帮他 因为耶稣是好牧人 虽然 虽然 耶稣是好牧人 那这个人类是欢迎耶稣呢 还是抗拒耶稣呢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虽然耶稣是好牧人 虽然耶稣是好牧人 但是我们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 世人并不接受 世人并不接受 相反 犹太人还去接耶稣 还借于耶稣 OK 那我们就往下看 二十二节 在耶路撒冷 这是当时的宗教的中心 有修电节 那这是一个宗教的节日 这是一个宗教的节日 在耶路撒冷有修电节 是冬天的时候 然后耶稣也在那里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OK 他只是在那里行走 OK 那犹太人就把他围住 说 你叫我们犹疑不定 到几时呢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耶稣能把二十六节 放到我们群里吗 只是你们不信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如果现在谁 正好用手机比较熟 那我希望你刚好 就把这段经文拷贝 也放在我们这个 Zoom的一个 有一个聊天的功能 放在Zoom的聊天里面 放在Zoom的聊天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你们要问的问题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过了 你们不信 你们不信 但是我奉我父之名 所行的事 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你们还是不信 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这句话其实是蛮重的 这句话其实是蛮重的 OK 我要看一下 我现在讲的 如果是你们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你们可以打字吗 如果看得清楚 如果听清楚打字 或者像这个有漏图像的 可以给我一个手势 说OK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好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OK 好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 礼拜天的时候用Zoom OK 好 谢谢李嘉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那主的羊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弟兄 鼓励姐妹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看不见主 我们看不见主 当然有的人 在祷告中 在敬拜中 可以看得见主 或者在祷告中 在敬拜中 听得见主 或者在祷告中 在敬拜中 感受到主 这很好 我也希望我们教会 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 都能这样子 在敬拜中 在赞美中 在祷告中 可以听见主 可以看见主 可以感受到主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 如果我们暂时 我们的生命 还没有被主 提升到一个高度 我们不能看见 不能听见 不能感受到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是主的羊呢 OK 如果你打字方便 把我的问题 打在上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是主的羊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是主的羊 很重要的就是在这 很重要的就在这 耶稣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今天 虽然你可能没有看到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感受到 但是圣经 白纸 黑字在这里呢 教会 教堂 在这里面呢 牧师 传道人 小组长在这里呢 所以这些 你能看得见的 你能听得见的 你能摸得着的 你不去信 你不去跟 然后就口口声声说 我要 我要跟这位主 是看不见的 听不见的 摸不着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需要经历 这样的一个破碎 就是说 我自己 我自己 我也鼓励很多弟兄 很多姐妹 就算你看不到异象 就算你听不到神的声音 就算你感受不到神的带领 但是至少 你把现在你能做的事情 做了 就是你信神的表现 所以今天 我也不是每一次 我都能听见神的声音 但是在我听不见神的声音 我看不到神的意向 我感受到上帝的时候 我不是停在那里 任性 什么都不干 敲击 逃避责任 相反 我做我能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 信仰 它是一个很真实的 信仰 并不是像 像小说那样 很蓄集性的 当然有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子 当然有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更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为什么耶稣 他拣选了 这些加利利打鱼的人 因为这些人 他们不辞辛苦 他们不怕辛苦 只要是认定的事情 他们就不计 代价去做 就好像他们 打鱼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 一份工作 没有人因为 这份工作辛苦 他们不去打鱼 相反 他们常常 整夜打不到鱼 他们还在那里 去忙碌 所以今天 我也鼓励弟兄 鼓励姐妹 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希望一直 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就是什么呢 就是付出 就是奉献 就是勇于承担责任 当教会里面 弟兄 当教会里面 姐妹 愿意付出 愿意奉献 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 我告诉你 圣经说 神是信实的 你众神吧 你就收神吧 所以到了神的时间 即便你感受不到他 他的恩典也会领导你 即便你感受不到他 他的恩典也会领导你 所以最近我自己 我就慢慢的 把我最近经历的事情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我就去品 我就去感受 我就去品 我就去感受 我慢慢的 我慢慢的 我就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再一次回转 单纯像孩子 再一次回转单纯像孩子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太聪明 我们计较得失 我们会觉得一件事 我能得到好处 我去做 然后因为看不到好处 我就不去做 恰恰你错过了很多很多很多 上帝对你的祝福 而另外的事情 你觉得 你能得到好处 你去做了 可能你打着一个 爱上帝爱灵魂的旗号 但是你心里面 是为了那一点点利益去做 神是见察 人心肺腑的 有的时候 中华讲什么 这个 机关算尽 凡物倾经性命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就盼望我们教会的姐妹 在一切的现象就更加的单纯 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神的手里 所以我自己 我就想鼓励 鼓励我们的弟兄 鼓励我们的姐妹 2021年 这个世界会更加的风雨飘摇 因为还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会被释放出来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趋势 我相信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就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今天 中国话讲天道酬奇 就是你现在 你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 可能更有价值 做什么更有意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现在把现在手里能做的事情 好好做 做到一个时间 就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机会就来了 我记得 我在讲道的时候 讲过这个事情 今天我再讲一遍 就是 希尔顿酒店的那个历史 伊瓦你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希尔顿酒店 这是很经典的故事 你可以谷歌一下 就是有一对夫妻 是那个时代 这个差不多有几十年 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 是那个时代 一个特别有钱的一对夫妻 然后 那个时代旅行的时候 也很少像现在这么方便 提前用手机就订酒店了 或者说在网上就订了酒店 那个时候 基本上你都是到了以后去找酒店 所以 这对夫妻到了一个地方 刚好感觉天气不好 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 继续前行 就被 被不好饿的天气 逼在一个小镇上 然后就找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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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当时的一个旅店 他就问有没有房间 然后当时因为天气不好 很多人就被迫住下来 所以房间客满 所以这对夫妻就显著很为难 因为天气不好 天又晚了 他们再走也是前途渺茫 可是住在那里 又没有没有房间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接待他的那个那个那个门童 就是就是 酒店中很普通的一个工一个工作人员 就说你们别为难 因为看到看到这位夫妻 那个很为难 所以你们别为难 你们可以还有一个房间你们可以住 就是这个人他的宿舍 只要你们不嫌弃 有点小 那对于这对夫妻来说 天气也不好 天已经很晚了 只要有个地方住就OK 你懂什么意思吗 所以他们就住下了 住下了 就就一夜无化 当然这个人他自己那天晚上就在可能在前台趴着睡一宿 因为那是他休息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酒店 不像现在这24小时都有人 你知道 基本上到了一到了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可能就也没人来了 也没人走了 就把门一锁 他也可以睡觉了 那一天晚上他就没有地方 他在就在前台趴了一晚上 那对夫妻在他房间睡了一宿 然后等天料 这个最夫妻要结账的时候 他还没收下钱 说这个不是酒店房间 这是我的宿舍 所以你们也不用拿钱 你走吧 所以这个夫妻就说了一声谢谢 就走了 然后没过多久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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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应该不是门桶 就是类似前台 就收到一个offer 就是这个老板是那个时代很有钱的一个老板 他们买下一间酒店 就是说OK 这个酒店 我已经买下了 那我们想不到有另外一个人比你更合适 做这个酒店的总经 这就是希尔顿酒店的来历 你可以想想 这是一个真事 这是一个真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要告诉弟兄告诉姐妹 如果你不信上帝 有可能有的时候你做了好事 不被纪念 OK 但是今天如果你信上帝 你是神的孩子 你做的每件由爱发出的善事 上帝都记得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事情 那顺着这个希尔顿的酒店的事情 我如果一晚你找到那个网上应该有 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我们群里去 那说有一个理发师 这个故事首先首先发生在美国 而且是以前的美国不是现在美国 所以我常常讲此一时彼一时 这个时间很重要 所以有一个理发师 他经常会去给一些人免费理发 所以有一个卖鲜花的这个美国白人 然后去理发师那理发 理发师说OK 今天是就是是我为社区服务的日子 今天我我理发免费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白人卖花的先生也就习惯了 那就不要钱完之后就不给了 说说谢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理发店门口有一张卡片 美国人很流行的感谢卡 就是thank you card 然后还有一束鲜花 OK 然后又有一次有一个黑人警察 也也来到这个理发师的理发店 然后理发师理发店 可能他是每周选那么一天 或者每两周选那么一天 也是赶着那个日子 他说今天理发免费 我是被社区服务 希望大家把爱传下去 然后这个黑人警察呢 也欣然接受了 说成thank you走了 第二天早晨 这个理发店 这个老板能够多了一个thank you card 还有那个donut 一盒donut OK 然后故事没完 有一个中国人 去那个理发店理发 然后理发的时候 这个这个就要赶着那个日子了 然后这个理发店老板说 今天是我被社区服务的日子 今天理发免费 然后这个中国人 也是很自然的说一声 thank you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 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12个中国人 在理发店门口排队等着 免费理发 所以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在不信上帝人当中 真的很多时候 你的善心不但不被纪念 你的善心不但不会回报 你的善心反而被别人怎么样 利用 但是 在信上帝的人当中 we always believe what we do will forever remember by God 我们被 我们因着爱所做的事情 被上帝记着 阿们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因着爱所做的事情 不需要被人记得 有可能就像这个故事 那些中国人 记住了反而是坏事 这以后中国人排着队 但是我们是神的孩子 甚至说 我们是主的养 我们是主的养 这是非常非常 我们是主的养 主认得我们 你懂我说的 是吧 我们因着爱做的事情 一定被主纪念 我们因着爱做的事情 一定被主纪念 所以现在我要提醒你们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每个人要认定自己的身份 所以你到一些重要的地方 一定要出示ID嘛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出示 我们的天国ID 你要确认 你是神的孩子还不是 你是主的养 还不是 如果我们清楚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清楚 我们是主的养 我告诉你 圣经说 主的养 主认识 所以今天我就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凭着爱心 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凭着爱心 去做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不白做 人不记得 上人记得 所以今天 今天还不止于此 还不止于此 魏老师你来念 二十八 二十九 约翰福音十章 二十八 二十九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以我父原为 阿们 我刚才讲的是 我们是主的羊 主认得我们 我刚才讲的是 我们焉之爱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管人纪念 人不纪念 主怎么样 主的纪念 但是这还没完 更正的是说 二十八节说 我又赐给他们什么 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两次 二十八节最后一句话说 是谁也不能从耶稣的手里 把我们夺走 对不对 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 谁也不能从父神的手里 把我们夺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讲的是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好多好东西 找到我 拉着我 但是我就是不跟着 原因很简单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主更爱我 中国有个词不太好 叫始乱中气 李老师为什么笑那么开心 始乱中气 体会过是吧 我没有体会 但是我后来听别人讲故事 讲多了以后 我怕始乱中气 这个词 关键前面是乱 后面是气 就是前面跟你没有关系 偏偏就把你扯进来了 然后你还入戏了你知道 就开始一段旅行 但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是被抛弃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人间 你经历过始乱中气 你就会更加的相信 这个世界最好的爱 就是上帝的爱 这个世界最好的爱 就是上帝的爱 为什么我这样讲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说他认得我们 因为他说我们会跟着他 因为他说他会把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永不灭亡 而且他特别强调 没有谁可以从他手里怎么样 把我们夺走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越来越 越来越体会 因为你知道 人是年轻的时候 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努力的拼搏 可是到了一定年龄 还没有安全感 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努力的算计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人生总归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今天只有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才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谁也不能从 耶稣的手里 把我们夺走 谁也不能从 天父手里把我们夺走 所以我们就 我就想保证的是 我们在人间的这个 一些东西 可能不会有长久的保证 但是在上帝那里 没有什么是保证不了 我今天我写了一段文字 发到我们群里了 可能你们还没有时间读 那我想也没关系 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可以 我可以想一下 你知道 我摔倒那个地方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管是轻伤还是重伤 你只能自救 你知道吗 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外面人也进不来 里面人也出不去 只能爬山 所有的路都是 都是只能爬山的路 车是进不来的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 如果真出危险怎么办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当时摔跤那个地方 可以只把我脚摔伤 也有可能把我脑袋摔伤 现在想想 中国话讲有点后怕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这两天也在细细的去体会 那可能就在礼拜四下午 我就被上帝给接走了 如果我真的 礼拜四被上帝接走了 我之前 所有在我手里的东西 我也一样 带不走 我一样带不走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说 人生活不明白的时候 就争啊 争这个争那个 争这个争那个 但是 如果命都没有了 你挣下来就能给谁呢 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很有钱的人讲 我说趁着你活着 你把你这些东西给人 还能交个朋友 等你死了 你都不知道谁用这些东西 因为他家里有很多这个藏品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抓得住 在人间 但是因为神能把我们抓住 我们就能还在人间平安的活一阵子 因为当时这个事发突然 而且那天我还 我也 我其实坦白的说 我的野外这个运动的经验并不太多 我两样两件事 我第一件事 我连吃的都没带 当然这也没问题 就像进食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任何的这边帮敌啊 这些也没有带 幸好跟我已去的有人带了 但是当时这个条件也不能清洗 只能简单的这个直血 然后这个因为也 也也也也没有救护和救援了 只能自己硬着头皮 穿着穿着鞋一步步走 我现在才体会什么叫步步惊心 你知道吧 没踩一脚就像踩雷一样 那个脚那个 而且而且还有 还有一段路需要这个用 用手脚并用的时候 所以我 我爬山的时候没穿脱鞋 我爬山没穿脱鞋 所以我这个额头的伤 这个光线挺好 看不到额头的伤 额头的伤是因为 手脚并用的时候 我不想让那个脚太用力 那我就用另外一只脚 结果这个不太平衡 碰到了一个树枝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看到这些事情 我想到这些事情 我就想 我就想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 连自己的命 我们都保不住的话 那我的问题就是 你还有什么能保得住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信上帝 我们是主的羊 我们信上帝 我们是主的孩子 我们的命在上帝的手里 我们的命被神保着 我们所有的也都被神保着 所以我现在想祝福 我们教会的弟兄 想祝福我们教会姐妹 这也是我最近 我三月份我要带大家进食的时候 我要特别强调的地方 就是今天 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我们以前都读过 有一些人应该很熟悉 那我现在我要再讲一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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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